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留学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赵同学 那么请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在北方人 大学的时候 损得的是口香医学专业 在国内深海交通大学 读了口香医学的七年制 之后直接在日本 读了口香医学专业的博士 现在博士毕业之后 又直接回到了上海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 因为我的家里是有人在 从医的他就觉得 就是医生还是算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职业所以在我高考的时候 就是替我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学医的 一个决定在学医之后我发现 我的性格还是蛮适合 学医的我还挺喜欢就是说 跟人一起去解决一些 很实际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就是坚定的 把学医这条路就是走到底了 这样然后因为学医可能现在国内 对医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所以说就相当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就是必须得读到博士 因此也就是从本科这样一直走下来 做到了博士 那为什么选择去日本供读博士呢 因为现在 像我刚才前面所说的 国内对于特别是一些好的三甲医院 或者是高校的附属医院 对于医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种可能有一些地方他对他的医生要求 就是要求有一个海外的一个学习经历了 已经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说你在研究生的期间就要出国学习 或者就是在学业结束之后 你要出国做进修的访问学者 那那个时候我在国内的硕士毕业之后 恰好是有一次中日的口相音学的一个会议 我的导师也是从日本到中国来开会 然后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 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就是何不就是改一下改善一下环境 就是先提前感受一下 在国外的这种学习和研究的这种氛围 所以就这么一个阴差阳错 或者说一个巧合之下 然后我就选择去了日本 那在日本进修这段期间 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挑战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学医的博士大部分都是以科研为主 就是这个挑战 其实也就是科研 就是你在四五年期间 你就是不断的做实验的 就是这种挑战 可能就是在国外读博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一个语言环境 融入当地文化了这么一个挑战 这是跟国内读博最大的一个差别 我觉得日本的文化是挺难融入的 就跟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 就是那种ACG动漫里面 日剧里面的不太一样 日本人 日本当地的那种文化 或者是日本人之间的那种交流 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 是比较难融入的 那就是得要看你自己如何去适应这种了 可能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个 那个culture shock那种东西 比如说那个日本人可能确实是倾向于那种比较封闭的 比较就是很难与外人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氛围吧 因为你要不断的调整自己 就你要去告诉自己 这也是正常的 然后就在很长时间的 然后日本人的这种交流中 相当于用真心一样 然后去换取就是对方那种信任 就慢慢的 然后可能日本人会跟你成为朋友 或者是你们之间会有很多就那种更多的交流 好的 说完了困难 那你感觉去日本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优势的话 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在科研方面吧 我觉得就是在研究产业上面 日本它毕竟是在10年前或20年前 在世界上它的那种经济啊 或者是文化的科技方面 它都是在世界前列的 可能仅次于美国 经过这20来年 中国虽然在这些方面呢 在不断的追赶 但是所谓的瘦瘦瘦瘦 还是比马大的 那么我们在日本感觉到的是一种 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追求科研 或者是追求成果的这种感受 在国内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做科研 就是为了最后发那一篇 或几篇的那个文章 在这过程中 你可能对自身的一个反思 或者探索很少 我最后我就是最后为成果论 我发多少条篇文章出来 我就是最牛的 在日本他现在已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 甚至有可能是有的人 他都不写paper 他就是在那种认可的学会上的发言 甚至说他最后通过一企业 做那种企业与科研的结合 把这个成果直接转化出来 去上市 他们可能更追求这些东西 所以说日本的很多博士的毕业 可能都不需要有paper 这个可能跟可能博士的想法是 就是认知是有很大差别的 日本很多的博士 甚至是东大的博士 他们可能毕业是不需要一个paper的 那你只要把你自己的毕业的课题 做得很完美 让导师满意就可以了 这个心态是一个 我们可能要学习的东西 就是说我是真的会想把一件事情 做到极致 做到好 而不是说看哪里有热点 我就去追什么 那我们也知道欧美的医学 也很发达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选择欧美 而选择日本呢 我们知道美国包括加拿大 他可能并不承认中国的一个医学本科的教育 你去了这种北美之后 你可能知道是他这个国际的 就是那种那个什么牙医的这个教育体系 或者是就是什么 重新考一遍他的那个医学院 或者是医学院 就相当于说你要重学一遍那个本科的东西 但是在日本的话 他其实是承认中国的本科技能学习的 你可以直接去考他的那个博士 去做一个那个specialist 同时就是说 如果你的导师他觉得你是可以是OK的话 你是可以接触一些临床的 就是你可以就是在他的病院里 就是去做一些间隙 甚至是上手一些四手操作的一些实习的 这种觉得是在日本读医学类的博士 跟在欧美读是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如果是学医的人知道 如果去美国去北美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最多做的就是一个 甚至可能是一个生物学的PHD 就是你的那个这几年当中 可能就完全是在一个实验里 是不接触任何病人的一些项目 在日本的话就是你就有机会 是可以说去面对病人的 就是去采集一些临床的一些资料 甚至就是有机会的话 可能是会上手术台 就是去做一些辅助工作的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留学的 然后呢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更多 有关日本留学的信息 那么请持续关注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更多留学方面的资讯 谢谢大家